光星国小在这几年来年年都会举办国际日的活动 今年运动会一样安排服装走秀 而这一次还有东南亚美食展 让参与的老师们跟学生们都能够品尝到各国的好滋味 换上妈妈特别准备的传统服装 站在台上的孩子毕竟不常穿 看来难免小别扭 在这一场年度国际日的活动里 光星国小最具人气的非东南亚美食展莫属 那口感就是平常有点酸酸甜甜的 有点辣辣的这些口味 那小姐们我们家乡的人吗 对对对我们家乡菜 从缅甸嫁来台湾11年 这位妈妈还事先请朋友从家乡送来食材 才端得出这道故乡菜云南的印菜炒肉 活动中心里头买是项如此用心准备的东南亚美食 让与会的师生和家长都能大快赌一一番 也因此可以发现有不少人自备汤杯和便当 吃不完还能够带回家去 不但有美食可以品尝 现场也有妈妈大方展现故乡的舞蹈 我们配合国际文化业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不仅是美食展 我们还有各国的中年亚各国的服装展 让每一位参加者也能够了解各国的服装 到底他们的特色在哪里 除了一国风情表现 光新国小的孩子有的弹起骨针 有的热舞 也有的演起了布袋戏 新住民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让年度的国际日活动感觉更加丰富 天外天新闻正压正成一会三重采访报导 明镜与大幕正观看